如果同學文憑事成績不達標誼,又想去英國升學,有什麼銜接課程是可以選擇的呢? 除了大學一年級的課程之外,同學亦都可以選擇入讀大學基礎課程又或者是國際大一課程 同學在完成課程之後可以銜接上大學一年級又或者二年級的課程 那銜接課程中也有不同的學科可以給同學選擇,譬如是商科、工程以及法律等等 至於入學要求方面,如果同學是想入讀大學基礎課程的話,DSE的分數要求是222至333 中文、英文以及通識是不計算在內的,而IOS要求是4.5至6分 而國際大一課程的DSE要求是322至433 英文要求是需要IOS由5.0至6.0 留意的是,同學如果要申請英國院校是要考UKVI的IOS的 diferença呢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